郑委員 郑委員 部長 部長 我們正所設議的開增 我們勢在必行 勢在必行 所以你等於是在這裡 提頭保證 對 你的態度 立場很堅定 所以我的建議是 最近這樣一個 外界反對的聲音 反彈的聲音 不認同的聲音其實蠻多的 我覺得如果 部長你的態度立場 這麼堅定 可不可以為了這件事情 正式的辦一場公開的記者會 對外做明確的 再一次的宣誓 當然也包括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已經馬上 要實施了 做好了所有的準備工作 也趁這個機會讓所有 外界的人知道 政府不但有決心 而且實際上有 絕對充分的把握 把它做好 以及讓所有的外界知道 未來要做的時候 我們所 目前為止所 擬定出來的一些相關規定 好不好 是我們這個禮拜 因為就要成立 所謂正所税推動小組 那個小組一成立 下午就來開記者會 因為我覺得這樣做 其實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不要再有外面那些 不實的那些紛擾的一些 這個這個說法 來困擾我們好不好 好謝謝謝謝部長 然後接下來請教部長就是 那也因為這樣 正所税的壓力 所以我們也知道 金融業呢其實一開始 對正所税實施 是懷著高度的 這樣一個疑慮 所以也因此 在整個正所税 討論的過程之後 相關的很多的金融業者 提出了非常多相關的 這些所謂的 税制的改革的要求 那也因此呢 您跟金管會 共同成立了所謂的 金融的税付的改革小組 其中有七個議題 那我要請教部長 為什麼這個七個議題當中 原來沒有ETF相關的 這個證交稅降低的要求 那為什麼突然跑出了 第八個議題出來 原來對外的說法 七個議題裡面 如果你仔細去看 沒有ETF這一項 那為什麼會突然出來 也就是表示說我們這個小組 在討論的時候呢 基本上還有可能有很多 不在我們原來所規定的 這七個議題當中 會隨時出現 是不是 部長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這個 沒有沒有ETF啊 他說沒有 是本來沒有ETF 我就不了解說 主要就是其他議題嘛 部長我要想前進去說 這個小組的運作 本來告訴所有社會大眾 是真的這七個議題 很明確的 那如果今天出現的ETF 我並沒有表示立場 我反對ETF 或贊成ETF的這個訴求 我只是說 是不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小組本身 可能未來討論牽涉到的議題 會遠比我們現在看到的七個 或加上ETF以後的八個還要更多 如果有相關的業者提出的話 是不是 應該不會啦 就是因為這個其他議題 是在行政院開的那個座談會 那個七項議題 對 那怎麼跑出ETF 你說應該跑出ETF 學長跟我講沒有 因為我沒有聽到 他剛剛說沒有 是 好那我再請教你了 您剛剛特別提到 其實做所有的這樣一個 減税的這個要求提出的時候 相關的單位 主管單位要提出稅事 稅事支出報告嘛 是 那 我現在所看到的稅事支出報告 是不是跟您看到的是一樣的 就是金管會所提供給我們 所有的委員的 有關於ETF的證交稅降低 跟以及有關於全政的那個 避險的部分的那個 那個證交稅降低 是不是跟你一樣 你看的跟我有沒有不同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 跟我有沒有不同 應該 因為我們沒有對嘛 是 應該是同一件啦 應該是同一件吧 是 那如果它是同一件 你是不是看過了 你也看過了 你認為那叫稅事支出報告嗎 呃 它只是 它只是說量會增加多少 然後 稅收會增加多少 就 部長你認為稅事支出報告應該包括的內容是什麼 就包括它的成本啦 效益啦 這些 可能產生的稅收損失啦 是 稅要從哪裡來彌補啦 如果有稅收損失 對那你看到的報告 有這麼完整嗎 因為它沒有 它有告訴你那個 如果有稅收損失的話 它會從哪個地方來彌補 它裡面長好像沒有損失 沒有損失 對那沒有損失是因為剛剛我們提到的 降稅了以後 稅率調低了以後 量會增加 我們現在只是說 唯一懷疑說 它那個量是怎麼估計的而已啦 對那量什麼估計以後 部長我提醒你 時間有多長 什麼叫時間有多長 如果我現在降了以後 兩個月之內它提高了量 讓我們稅收可以彌補得起來 但是兩個月以後 其實量又往下走了 你怎麼辦 所以我們認為像這一類的 跟刺激警惕有關的 跟市場有關的 這個又跟法律明定要避險的 像這樣的 我們看看說 是不是真的稅率降低了 它量會起來 有一個短期 有一個弱日 要一個弱日 你講這個話表面上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其實稅市支柱報告在規定的時候 我們一向長久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 相關的單位只要提出說 我降了以後 兩天之內我們量就會提高了 兩天以後的事是財政部的事 兩天以後的事如果量又再往下走 因為量的控制到底是不是來自於單一因素 其實是很難確定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意思是說 其實稅市支柱報告當中的所謂的稅收的影響 它只是所有考慮因素當中的一個部分 其實更重要的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它的真正的效益在哪裡 對 我們才會覺得我們即使付出的代價到底划得來划不來 更重要的 部長我麻煩您要注意的 今天要達到同樣效益的一件事情 也不一定只有單一的方式可以做得到 其實我們當時要求稅市支柱報告的時候 還有一個很重要希望能夠做得更好的評估 就是有沒有其他的alternative可以選 今天如果你告訴我沒有其他可以選的 這一項是最好的是最有效的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同意用這樣的方式 但是現在的稅市支柱報告你看到的都不是 他就講他這一項 他做了以後量會提高 稅收不會減少 所以因此我們就該做 我們財政部的意見還沒加進去 對 所以我希望 站在我們整個稅市支柱報告的完整的決策的角度 您一定要在這個部分 要再把關 所以我認為 要做得更嚴謹一點 我也認為只有降稅要讓量大不夠 那券商的手續會可不可以降呢 是 所以它應該更全面的 對不對 應該更全面的 不要只是被誤導了 只是我單向的這樣的一個針對性的討論的 以後 然後最後就下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們稅市支柱報告的運用是非常危險 好不好 這是第二個我想請教 那接下來就是第三呢 請教這個部長也是今天好多委員關心的 就是稅務獎金的問題 那您剛剛在答覆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的立場跟費委員是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我們稅務人員其實是非常辛苦 但是您剛剛的答覆裡面講到 所謂的三大自助的體系當中 那顯然我們這個稅務體系呢 也有被這個在對待上的有稍微的比較差了一點 對不對 那但是呢 你這樣的說法 可能不夠完整 也不夠明確 那理由之一而已 是 不不不不不我希望你 就說也許它是一個事實 但是可不可以的 你在敘述上更清楚一點 第一個告訴我們 這三大自助體系 對於這一筆獎金的發放或提令 到底差別在哪裡 它的金額的差異在哪裡 它的設算的方式的不同在哪裡 然後 因為這樣的差別 跟金額的不同 跟設算的不同 而導致真正的我們稅務人員同樣的辛苦 因此而造成的待遇的差別 讓所有的社會當中能夠明瞭 而不是在現在的這樣一個答覆的場合裡面 你只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的這個這個被對待的是比較差的 OK 但是我們並沒有很明確的讓社會當中知道 這樣的話會突然引起那種不當的對立的感受又出來了 其實我們稅務人員要求這樣一個所謂的獎勵金的發放 我們不是要去說別人拿得多 別人因為有這樣 所以我跟他同等的重要 所以我也希望這樣 我不被他這個過度的對待 其實我們不是這個目的對不對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知道讓別人知道說 我們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提領這個是有合理性的 那如果沒有法源 我們看用什麼方式來做一個合理的解決 但是不要因為在這樣一個社會氛圍跟 這個最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的 這樣一個誤導的這樣一個方向 而使得我們再一次陷入了 我不希望看到的那種過度政治性解讀的紛擾 好不好 謝謝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未來社會人員 對這筆獎金的這個提點來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謝謝 好不好謝謝部長 謝謝